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感受到明星小时候的气息 没错 这里就是见证了上海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拥有着七十多年悠久历史的模范工人新村 曹阳一村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 博物馆是最好的开始 这座位于花溪路上的曹阳新村村使馆 仿佛是一个时空隧道 在这里记录着曹阳新村的起源 演变 以及曾经那些口口相传 耳熟能详的劳魔故事 这个就是我们曹阳一村当时首批一千零二户居民 大多都是劳母和新进工作者 这里就是我们当时旧住房成套改造 公共厨房间卸下来的一把门锁 有七十年的历史 这个叫老虎造 就是以前我们的居民集中打热水的地方 当年就打一壶水两分钱三分钱这样子 然后居民提着一壶打完的热水回家烧饭做菜 作为一名资深的美食博主上海大大小小各个角落的美食我都探过 但是要说最有性价比 最有烟火气的 肯定是我身后的这个桃阳社区长者食堂 Let's go 别看它的名字里面有长者亮的字 其实它可是附近出了名的网红餐厅 据说这里的饭菜不仅好吃 而且价格实惠 每天一到饭点这里就热闹非凡 它这里还能计算热料 点了三个大荤 一个素材 剁椒大鱼头 是排在我前面那个也和亲情推荐的 这个狮子头真的分量太足了 我的筷子都有点夹不起来 哇 看到没有 这个肉量多实在 有什么就推荐我们可以去玩和打卡的地方吗 打卡吗 那就是白喜公园 白喜公园 也是我们朝阳平址15分钟可以走到吃货区 就是15分钟可以包含大家的衣食住行 包括吃喝玩乐所有的生活 哇 谢谢亚瑟阿姨给我的推荐 待会我吃完饭 我去那个白喜公园看看 这里也太美了 这个就是刚刚阿姨给我推荐的网红打卡点 白喜公园 听说它可是用废弃的铁路支线改造的 是上海首座高线公园的 哇 这边的人打得真不错 那个小哥哥看来会教我两招 咱们去找他 耶 它因为是开在那个居民区的当中嘛 就是我们附近的朋友啊什么 像因为一起来这里这种社交 哦 比较方便 对 置身于繁华的都市之中啊 却能拥有如此悠闲静谧的惬意时光 白喜公园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 哇 住在这里真的是太惬意了 今天我在桃园群村度过了一段超级棒的时光 我们先回ć残ug来的 健康 小哥 小哥